由南島平衣家府中心 以及台東委會三方代表 慢慢將部來結束 宣佈這個名字為衣服豪華照 新車的助生意要活動 正式典開 南投醫院認為我們有空間 展示這些優良的畫品 同時能夠協助家府中心 能籌到這一筆建管的經費 那是我們義不容辭的事情 所以我們這次很樂意的 就是說在白衣院的藝術手廊 讓他們參展兩個月 吸引大家的愛心 最主要鼠立醫院提供這個美好的場地 開玩笑講說 這些的觀賞者比文化中心還不少 為了幫助南投家府中心 對無憑建家府自動館習慣的經費 所以南投便宜是特別結合了 台北菜台燈委會委家 提供了四十五百水別圍做 一方便作為電燈 一方便也提供作為南投家府中心 儘管基金的助生意賣 把圖建出來是希望說 能夠拋磚引玉的 把這個愛心送到社會 給需要的家府這邊 給他做一個愛的傳遞 這是我們的希望 所有畫家願意把我們一年來 所畫的畫作捐出來 希望各界來共襄盛舉 然後做一個泡磚引玉的動作 我們這些畫所賣的全數 都是要捐給我們家府中心 來興建兒童館的經費 那我們在這裡當然更希望說 社會各界可以一起來回應 這些像鼠立醫院 這些畫家的美意 一起來認購 得到美好的心靈的饗宴 也在這過程得到助人的快樂 這個衣服好畫 找新家的助生意賣活動 將從現在開始 在南投便宜的技術糟農 登出兩個月 這裡很有意見的水面衛奏 開放好民眾來愛心購買 南投便宜去家府中心 台泡菜台燈委會 跟這間邀請鄉親 都會當社交前來欣賞 看家裡就不會回去 最會來幫助南投家府的助生自動 記得金粉選 蔡鳳報道